Hello,大家好,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美国的一个留学历程 我差不多十四五岁的时候来到美国,当时在这边是一边上学一边打球 那我本科呢是在加州大学尔文分校,研究生呢是在南加州大学 毕业之后呢我搬去了硅谷,加入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得勤 主要负责于个人国际税务的规划以及申报 那我们当时主要服务的对象就是这些大家都知道这些高科技公司的高管人群 那后来我搬回了尔班,一个是创建了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 同时也组建了房地产以及服务于当地留学生的团队 那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和海外学者 可以更快速的实现他们的报复以及目标